这条航线是我们天鹤机场恢复的第一条国际客运航线 本月内可能还会有一到两条 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防疫政策 对入境的旅客进行全流程的健康监测和防疫管控 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 对于出境的旅客也是按照国家的防控政策 扫码健康登记体温检测执行完了之后 正常旅客是可以正常出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